欢迎收看8月30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杨子轩 新闻一开始带你来看到 花莲县政府为了活化闲置的空间 改造消防局的老旧厅社 分别建置为吉安青春基地 以及瑞税社会福利馆 县长徐正伟也特别前往视察吉安青春基地 并讨论未来空间的配置 将进行明年度的预算调整 预计明年渴望开放乡亲使用 两年前位在吉安乡公所隔壁的 消防局吉安消防分队搬迁后 县府将消防队就职打造成吉安青春基地 希望为在地儿童以及青少年 打造温馨舒适的场域 日前县长徐正伟 这次前往视察最新工程进度 与听取建包说明 并针对各项设计方案 进行更进一步的讨论 并强调吉安青春基地 以及瑞税社福馆 未来将是两地相当重要的社福场域 也预计明年可以开放乡亲使用 我们吉安的这个社福 还有瑞税社福馆的部分 要怎么样在对于里面的空间配置 还有我们用旧的建筑物如何 在外观上如何把它设计得更好 所以今天对这个部分 我们也希望在明年预算里面 再做一些调配 那让这个可以做得更加的完善 那当然也这个社会处也都有 跟我们地方上来这个探讨需求的部分 我想这个会成为我们未来吉安和瑞税 很重要的一个亲子富佑的管设 花莲县政府目前积极推动各项基础建设 及社会福利政策 全线包含七处亲子馆 五处社福中心 365个饮法乐活 社区照顾据点等等 并且将老旧厅社进行变更 进行建设相关设施 就是希望将花莲打造为 友善移居的幸福城市 全方位照顾花莲详情 记者刘明胜吉安乡采访报道